那你说我还能帮他什么忙 你去跟娘娘说 要她跟官家提议 将来把皇位不传皇子 传给弟弟 我说你怎么又在胡思乱想的呀 妹 这事行得通吗 怎么行不通 以前的朝代 就有皇帝把皇位不传皇子 而是传给弟弟的 就算是有 我也不会去说这种事 爹 要我说 好 你就帮帮皇爷 教授啊 你怎么也糊涂啊 此乃皇家之事 我若敢于 那就是死罪呀 没那么严重 不但我死 你 你妹妹 还有她赵公义 就连我们福家的九族 一个都活不成啊 爹 你可别说这些话来吓我 您是不明白啊 该罪虽然不能和谋逆相比 但是干预了皇家之事 必然会引起陛下的反感 他随便找个理由 就可以定你的罪 灭你的九族啊 上次你让我和娘娘说 要给光义加封王位的事 我就没敢开口 可 这传媚之事 就更不能说出半个字啊 芙蓉 你怎么会想到这一层呢 你真是走火入魔了 女儿啊 听爹爹的话 别再想这事了 好吗 不肯定 你 你就是想也是白想 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啊 爹 原本女儿也只是想光义封王而已 可是官家不肯按常立封赏 于儿才深知 这义人之想 万人之少的皇家御帝 其实透彻的看去 什么心愿都达不到 要想真正掌握自己的命运 还得主掌朝政 成为君王 爹 我的两位姐姐 福灵福明 都是前朝皇帝的圣人 他们俩都能成为圣人 也是因为爹爹的缘故 爹爹现在怎么就不肯帮我呢 爹 女儿求你了 芙蓉 起来 快起来 我不起来 爹要是不答应 女儿就永远不起 芙蓉 你是爹爹最疼爱的女儿 爹爹如果能帮你 我还用你说第二遍吧 爹 你就帮帮妹妹吧 难道 你不想你各个女儿 都当圣人吗 我妹妹说得对 官家仅凭一杯酒 就把我们所有的武将兵权 全给解除了 如果我妹夫当了皇帝 不光是我妹妹的荣耀 生杀与毒 为所欲为 对爹爹 对我 对我们整个胡家 都会光宗耀祖 享不尽的荣华富贵啊 可是你让我怎么跟娘娘说 我怎么才能说服她 我有办法 咱们应该旁敲侧击 给他列举 以前的朝代 也发生过很多 兄中弟级的事 而且 我们还得说 为什么把皇位 不传皇子 而是传给弟弟的 我会去找一下 鲁多迅 他是汉林雪氏 我一定会向他请教的 此事 可不能让我爱你 知道啊 爹 你就放心吧 鲁多迅一向是追随光义的 绝不会失业邪命 这都是鲁多迅查出来的 以前的朝代 的确发生过很多 兄中弟级的事呢 而且 和我朝的情形大致相似 官家 乃一国之君哪 他望有生产欲夺之权 我是担心 会由此以来灭族之祸啊 是 女人 那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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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是 你 是 我 公主 圣人她身体原本就弱些 你和圣人回去歇歇一会儿吧 看你的眼睛摇得通红 全都回去睡吧 我能醒 不想睡 睡也睡不着 我这些天还能打个盹 你和圣人一直守在娘娘身边 这样下去会脱坏身子的 我是想 最好我们三个人轮流守护 让娘娘也好安心养病啊 娘 娘 芙蓉说得对 月红安 你和京娘先回去歇会儿吧 没事儿 娘 我不累你 听话 去吧 灵医治 灵医治 辛苦你了 没事儿 走 娘 经过这场冬月延生轿 您的病一定大有气色 娘 娘 爹爹听说娘病了 这连日来茶饭不思 夜里还睡不着觉 他明天就要回西京了 走之前 他特别想过来看看娘 娘 您就容他一见吧 你爹 他年岁也大了 又有针手洗净的众人在身 还是不要劳烦他了 老辈人中 这见一面是一面了 娘 好 老臣福燕卿叩见陛下 福王爷平身 谢陛下 您这是 娘娘召见了 老臣听说娘娘病了 心里十分着急 再过几天 老臣叫回洛阳 此时能奉娘娘一旨来探望娘娘 老臣感到十分荣幸 走吧 一块去 是 娘 陛下驾到 陛下驾到 娘 你怎么样了 臣福燕卿拜见娘娘 看错 看错 谢你娘 王大官 王大官 在 你赶紧想个办法 让官家离开一段时间 这 我做不到啊 做不到你不会想办法吗 小的实在想不出我 你一定能做到的 绝不会让我失望 走 走 臣谢过陛下 老嫂子 上苍定会保佑你的圣体康宁的 老神 老娘 朕没拿着病 当回事 人总有一死 早点去了 也好和狂隐他爹做个伴儿 娘 怎么又说这话 离开 离报官家 朕给陈州灾民的奏本已送保秦政殿 恭请陛下御览 皇儿 久灾如久明 你去吧 是 那就让福王爷陪您说话 我去去就会 我去去就会 肯送我陛下 老嫂子 老臣有几句重要的话 只能讲给老嫂子一个人听 好乖乖 请请 你能够脱一下 是 请请 此事 关系到我大俗江山 万代千秋 请娘娘 容臣直见 我也是正因此寝食难安 你有话 就请直言吧 本来历朝历代 为了江山设计的稳定 理应把皇位传给嫡长子 这样既可以免去宫廷的一场恶斗 还可以让江山稳定 是啊 我大宋朝 也应自成抚慰 恕老臣死罪 如果我大宋江山 要想稳定的话 那需要 国赖掌军哪 国赖掌军 娘娘 自唐末大乱以来 诸侯割据 立侯称王 皆不宜圣人就职 仅凭志勇争王同罢 以我二人共同经历的 现在便有陈凯强 有李四元为帝 那本朝乃是陛下英明 天纵而奉天承越 开创了我大宋的江山 虽然如此 仅容老臣狂悲 若周朝的继位者 不是这雀乳小鹅 岂有灭亡之地 那么大宋 又焉能取周朝而代之呢 是啊 虽然陛下春秋定生 待皇长子即位时 已然成人 若直言 以皇长子的才智 与柴丰逊有相去几何呢 且可与开国御帝 赵光义相辟 欲故涉及 过来掌军哪 过来掌军 老嫂子 我听说在你的故乡 有一口二龙痰 这二龙痰 分明是上天寓意着 大宋帝国 必定有双龙并守而出 老臣言辞多了 告辞了 亲家 你一片赤城 老臣敢动心手 陛下驾到 陛下驾到 来 你看看谁来了 拜见娘娘 是烦老义官 快起来平生吧 谢娘娘 没想到小明还有幸 来看望娘娘 好 前些年啊 你治好了 舒雅的病 我还时常想起你呢 怎么样了 启禀陛下 娘娘娘的病没有大碍 用不多久就能痊愈了 娘 听见没有 王大官 小民犯了欺君之罪 你要是犯了欺君之罪 能活着出去吗 走吧 把碗给我 官家 皇儿 官家 你太累了 让我来位吧 给我 皇儿 皇儿 你还是回去歇息吧 娘 来 没事 来 没事 娘 慢点啊 官家没什么大事 你安心喝药吧 娘 等你病好了 咱们就去娘的老家安喜县 爹的老家卓州 还有孩儿出生的西京洛阳 都去看看 对 去娘的老家二龙堂看看 娘肯定开心 娘 官家 请樊太医师来吧 快去 别去 我 我就是 抢了一口 一会儿就好了 我赶快再去见一服药来 快去 王继恩 王继恩 小子在 宣兆浦 尽快上殿 是 快 快去 是 娘 怎么想着尖兆浦了呢 月红 在 月红 你和芙蓉 回去休息吧 娘 你让我在这儿陪你一会儿吧 是啊 我也放心不下 回去 就留皇儿在这儿 其他人都走 去吧 是 都下去吧 都下去吧 婉卿 婉卿 娘娘有何吩咐 你手在门口 除了招捕 谁都不准进来 是 娘 娘 娘的时辰 都好了 娘 你别这么说 娘走前 有些话 想跟你说 是 微臣赵仆 拜见娘娘 拜见陛下 不得了吗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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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负责了吗 我 你负责了吗